我手上有一个金属环 金属环上有五个陀螺 现在我用手拍陀螺 然后快速转动金属环 当我快速转动金属环的时候 陀螺它不会掉下来 而且可以一直旋转 不会停下来 为什么陀螺不会掉下来呢 因为当我拍打陀螺的时候 我的手对陀螺所施的力 有一个沿着铁环 切线方向的分量 这个沿着铁环 切线方向的力 就可以把陀螺向上推 当我快速转动金属环的时候 金属环和陀螺之间 就有一个垂直方向的摩擦力 金属环会对陀螺 施加一个向上的摩擦力 这个向上的摩擦力 就可以把陀螺所受到的重力 掉掉 所以陀螺不会掉下来 为什么陀螺可以一次旋转 不停下来呢 我们跟大家讲过 牛正的惯性原理 根据惯性原理 当一个物体没有受到外力作用的时候 它会保持原来的惯性 转动的物体可以一直 沿着原来的方向 与原来的速率继续转动 现在陀螺在水平方向 并没有受到外力作用 因此陀螺它可以保持 它的转动的惯性 一直以原来的速率 沿着水平方向 继续转动下去 这就是惯性原理的利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